素販繼承 保障權益 大家好 我是桃園市地震特派員素函 你知道4月1日是什麼特別的日子嗎 余恩姐啊 給你一個小提示 是跟財產權益有關的日期唷 什麼 4月1日是什麼特別的日子呢 與財產權益又有什麼關聯 讓我們請金鐘哥為我們解答 大家好 我是金鐘哥 每年的4月1日市避震機關 針對超過一年還沒有辦理繼承的不動產 開始公告 請通知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的時間點 提醒大家祖先遺留的不動產 電車管理15點後 就會移送國有財產署進行飆送 一定要記得素販繼承保障權益 大家好我是素函 大家好我是阿丁 您知道嗎 不動產的所有權人死亡後 應僅數6個月內到地政書所辦理繼承登記 如果超過一年還沒有辦理繼承登記 繼承機關也會在每年的4月1日到6月30日公告 繼承人也會收到通知書喔 公告3個月期滿 繼承人沒有申請繼承登記的話 不動產就會被列管15年 成本上也會看得到列管的資訊喔 是的 如果超過15年 就會被移到國有財產署 標售了 所以大家要緊急辦理繼承登記 避免自己的財產權益受損喔 想知道怎麼辦理繼承登記嗎 可以點選這裡 觀看第八獎影片喔 阿丁 最近通知發出以後 很多民眾打電話來問說 都找不到自己土地在哪 所以說這個簡單啊 我們可以到桃園地震資訊服務網去做查詢 也可以利用淘寶網 來查詢土地的位置 來 我給你一個QR Code 稍好看 是不是很方便阿 嗯 你